2024年5月30日至6月2日 2024蓝莓州绿色蓝莓计划 能力建设伙伴关系活动在云南普尔举办 云南普尔被誉为中国咖啡之都 全国超一半的咖啡豆产量都来自于此 活动期间 蓝莓国家官员专家学者在云南普尔的咖啡种植场 了解咖啡的种植、加工、管理等方面的低碳措施 咖啡产业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产业 云南是我们国家95%咖啡种植的区域 然后蓝莓国家像老挝、缅甸、泰国都有非常好的咖啡 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产业来出发 在它很长的产业链里面 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更绿色、更环保 低碳可持续咖啡的发展前景广阔 咖啡种植场也纷纷行动起来 从咖啡地的开垦、种植到加工的整套实践技术着手 通过减少咖啡在加工中的用水量 提高咖农环保意识等方式 减少了咖啡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污染和浪费 提高了咖啡的品质 进一步推动咖啡产业向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这个工厂是我们的 我们全球最大的鲜购处理厂 也是全球第一个处理厂是零排发五水 咖啡的那个可持续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觉得是全球的咖啡 都是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环保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了很多人过来看一下我们的 参观一下我们的那个工厂 咖啡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口号 随着大众对环保意识的提高 各咖啡种植场也越来越重视 咖啡生产中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责任 蓝莓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 也将携手为咖啡产业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径新方法 共创美好蓝莓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